2004年的一个夜晚,男人冒雪回到家我们离婚,房子孩子都归你,我净身出户妻子握着锅铲的手顿住,一脸不可置信,我做错什么了,你要这样,男人口气极不耐烦,而满含失望,孩子又睡了,这些年你为她做过什么,妻子哑口无言这个被离婚的女人,就是颜妮,从那以后,三十多岁林一单亲妈妈,龙套演员,这些标签牢牢贴在了她身上, 人以为颜妮会苦情一生,其料她在失婚的悲痛之下,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,她不光凭借精湛的演技,成为家喻不小的大轻衣,还三度爱上鲜肉型男,更是在四十八岁时,从土味村库受成了风情女神,至今如细约不断,风光无限,颜妮的逆袭,究竟有多善? 1971年3月,颜妮出生在西安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,颜妮自小貌不出众,也没啥才艺,还是个笨手笨脚的小胡触蛋,说过的话转身就忘了,说过的是没几天也记不清了,一到冬天还经常弄六尾巾和帽子,这样一个迷糊的小姑娘,偏偏做起了表演梦。 15岁时,颜妮家迁到了吸音场旁边,活泼哀笑的她,很快与一个较舒爽的女孩,成为闺蜜书家父母都在吸音场工作,俩小妮子三天两头跑到场里,去听叔叔阿姨讲,跟电影相关的趣闻渐渐的。 少女颜妮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演员们,演绎着或喜或忧的人生,让她觉得甚是向往,但同学们嘲笑颜妮丢三那四,记不住台词,肯定当不了演员,父母也觉得她是心情, 小孩子一时兴起,不必当真,只有舒爽认为颜妮爱模仿,胆子大,很有表演天分那年北影到西安招生,舒爽鼓励颜妮报了名,还给她请了表演老师搞特训可惜,颜妮被刷了下来,招考老师说,你还是好好学习大精词仪式,颜妮悄悄把梦想生埋进了心底,1988年,颜妮考上才笑,父母希望她将来做个会计,生活安稳就好可她心里的那个梦,并未熄灭那一, 最近到西安开演唱会27岁的她,在台上重情高歌,17岁的颜妮在台下振臂挥舞泪流成河,我也有一个艺术梦啊,怎么能轻易放弃,颜妮依然从财校退学,父亲背弃的破口大骂,但她根本不为所动,开始自学表演,等待着足梦的机会,1990年,南州军区战斗话剧团招生,颜妮欣然报考,很顺利就成了一名文艺兵 因为那年头,表演着行当步入流,正儿八经的大学生赌上前程来学表演,这可把团里的老师感动坏了,加之颜妮却有天资,入团不久,她就被送往北京军艺,进行系统学习四年后,从军艺毕业的颜妮被调配到空正话剧团,无奈团里近视王学琪,波达,陈景这样的大腕, 自是轮不到一个小小新人独条大梁索性,颜妮六观六成的主性子,做完分类工作,她就在旁观察和琢磨别人怎么演戏,从不抱怨自己不受重用很久之后,颜妮才开始出演话剧,演的都是小角色,只一句凯词,说完就死掉的那种,就这样跑了六年龙套,人也熬成了25岁的老姑娘,后金人介绍,颜妮与同为军人的周围,将是相爱第二年元旦,女儿远远出生1995年, 颜妮在电影《公鸡大名》,母鸡下蛋中首次出演女主遗憾的事,谢红人不红,不过,导演上镜觉得她颇具喜剧天赋,先后邀请她客串吹尸般的故事和健康快车之后几年,樱桃,柳莉等同辈陆续开始走红,唯有颜妮还在原地踏步,颜妮和周伟成家多年,终是没扛过聚少离多的考验许多时候,颜妮下戏回到家,丈夫孩子早已熟睡, 有时她去外出拍戏,一连几夜,甚至大半年回不了家,一直盼着老夸孩子热炕头的周围,在长年工作家庭两头挑之后,对颜妮心生不满,虽说她空闲时也陪孩子陪老公,会给他们烧一桌好菜,但这种时候毕竟太少每次周围说起退居家庭,颜妮都分毫不让,两人常为慈草的不可开交时间异常,裂痕越来越大就这样,2004年的那个选宴,难得在家下床, 不做饭的颜妮,被周围一脚踢出了婚姻的围墙,颜妮带着行李离开时,婆婆送了她很长一段路,依依不舍地盯住她好好照顾自己,并让她放心,远远有爷爷奶奶照看她红左眼承诺,公婆永远是自己的爸妈,没几天,颜妮收到一封退伍通知书进团10年,据事演了不少,可她一直不温不火,团里认为她活不起来了,故而决定让她退伍而死死,命运的巨轮开始, 缓缓转动,上镜总想再拍一部喜剧,于是在2004年,《武林外传》被提上日程,对于谁来演,会说西北方言的客栈老板娘,上镜一下子想到了严妮之前,她在王学奇的话剧《西北情歌》里,把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,演得活灵活现两个角色背景性格类似,她来演在何时不过,可她刚被婚姻抛弃,却要乐哈哈碎炫喜剧,这未免牵抢开机后,严妮果然无法进入角色, M不断上镜理解,也同情这个老搭档,但对她的不在状态颇为不满,不就是离个婚,至于这样要死要活吗?严妮一听,外依侠哭了疼也疼了,哭也哭了,此后,她调整好情绪,开始用心研读剧本《传播角色》2006年《武林外传》和《一笑惊天下》的同掌柜,红遍大江南北那一年,已经35岁的严妮,终于开启了她的成名之路2008年, 《北风那个吹大火》严妮塑造的牛鲜花单纯善良,慷慨政治,令观众直呼心疼,这对人物还成了唯一一个被载入中国电视剧历史年间的女性角色,而严妮因此接连斩获飞天奖和精英奖,她朴素自然的演技,深深打动了张艺谋一年后,一部三腔拍案惊奇,将她送上柏林电影节的红毯,严妮练一心水墨长裙,尽情享受鲜花和掌声,在角逐激烈的演艺圈, 大气晚成的她终于站稳了脚跟,很多人都说,女演员一到中年便开始为角色受限,契约减少而焦虑演艺却没有这个担忧,她说到时候有什么角色就演什么,因为她相信面包会有的走红至今,她总在不停拓宽戏路,演绎了许多经典角色斗牛里泼辣爽朗的九儿,一扑二术中风成名旧的唐红,华比利愚昧霸道的姑姑, 罗曼蒂克销往始终心思缜密的王妈,少年派里坚韧温柔的王胜南,虽然她在演戏上,常遍百味人生,有刃有余但熟悉严密的人都知道,她始终迷糊过戏服房本,开城回家找不着路,还望关后备箱,甚至连自己刚演完的剧名都能忘记表面大大咧咧,直来直去,但其实不拘小节的她, 在大是大非上,就像对待演戏一样,是清醒而通透的,过去的十几年岁月里,眼里有过低谷折服的煎熬,也有过情路不顺的坎坷,但好在她很清醒,我是一个不会往回看的人,一直往前走就对了失婚多年,她履行着不谈前夫的承诺,以朋友亲人的方式与对方相处,和前公婆亲如家人,时常探望尽效网友吐槽她外形一品差,配不上立威脸, 虎哥这些男生她就玩命瘦身,摇身衣变成了西摇长腿的风情女神,经验时光和众人2020年,眼里更是凭借在少年派中真实接地气的表演,在德白玉兰最佳女主桂冠,成为继樱桃之后,第二个获得事后大满贯的七零后余演员,23岁入行,49岁登顶,26年数不尽的风雨心酸,眼里总算不负自己,也不负热爱一路回望,无论是龙桃, 还是一线大咖,不管是土味相互,还是时尚欲减,她始终是那个小时迷糊,大时清醒的眼眠